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米謙 今天指數上漲36點 那我想從禮拜一的一個 很多股票下跌到今天 大家感覺起來好像又有一點希望 那到底接下來行情怎麼走 好像跌不太下去 那到底要不要去做多 要不要 要買什麼股票 我跟他說 其實最近來講 大家希望的是什麼 大家希望的事情就是 股票市場可以繼續漲 那股票市場也不是沒有繼續漲的能力 股票繼續漲的能力也是有的 因為現在散戶很多 大家都想賺錢 其實繼續再漲是件好事 但是我的看法是什麼 我的看法是 我覺得指數空間不見得有多大 但是個股的空間可能會很大的差別 很大的差別 你自己去想一個事情 當現在你看今天指數漲 漲什麼 漲金龍股 對不對 漲2882 對不對 2882 漲這個 漲2891 對不對 要漲金龍股啊 漲什麼 漲你之前沒有買的 所以說現在呢 現在漲的股為什麼 沒有賞戶的股票 因為賞戶它現在很多嘛對不對 那你都已經上車做 就是你已經在車上了 那你又不出錢 你又不出錢 那就是說 假設你說你要坐高鐵或坐飛機 然後我不出錢喔 我就去做VIP做 你幫我飛 幫我開 不可能嘛 所以現在很重要的重點是 你仔細想喔 未來每個股票的震盪幅度會加大 震盪幅度加大 意思就是說 當指數可能橫盤整理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股票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看這3041 漲字 你看一下喔 這指數沒什麼動喔 它從14塊到 到現在10塊喔 14塊到10塊喔 5371中光電 對不對 突然間就這樣掉下來了喔 34835 跟他講勵志對不對 從64變成36 對不對 4142國光森 連賣疫苗的都中槍啊 賣疫苗的也不行啊 那這個也 這個就不用說 待會兒我再跟大家講一下同志 又收到低一點了 但是呢 如果你買3049核心 接在這裡 如果你買3338 泰塑接在這裡 如果你買2388威勝 接在這裡 那這差別在哪裡 你不要看這一天兩天喔 這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喔 這裡把時間拉長會差很多喔 來這禮拜一 這一天 雖然指數小跌13點 兩天前 兩個交易日前 好但是大家很緊張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糟糕衛生下來了 要不要賣 好像跌破線了耶 對不對 我說不能賣喔 不能賣喔 這完全沒有散戶喔 來今天呢 衛生在哪裡 在這裡 好 沒漲很多啦 你看一下 這是禮拜三放假嘛 這少一天嘛對不對 好 禮拜一是不是跌到這裡 最高39塊多嘛 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全部回來 是不是你禮拜一賣了 全部都說 那我跟大家講過 有一種藝術 是藏在K線背後 藏在K線背後 因為賞戶看的是技術分析 KDRSI均線 那股價的乖離率 股價乖離率其實就是 以過去頻繁未來嘛 就是看過去可以怎麼走 未來就會怎麼走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嘛 對不對 來我跟他說 你現在要做的是 買標股空地雷 真的 買標股空地雷 如何證明你能夠做到 在禮拜一 大家中錯怕凋屎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我們空同志 上禮拜我們空同志 對不對 同志今天又收到幾乎最低點 那衛聖呢 衛聖今天是不是漲上來 那我們是怎麼做的 來簡單回顧一下 先前衛聖的步行 我希望我們能夠做到 是幫你規劃掉所謂的風險 那當然你會問我說 老師啊你的衛聖今天也跌 對啊我們衛聖也跌 我們衛聖也跌 可是衛聖不一樣 自己看喔 衛聖2月27號 總股同志五萬人 然後總股同志一直劫一直劫一直劫 到上個禮拜五 總股同志四萬九千一百零三人 這個是有統計以來的數字是新低喔 意思就是說這個衛聖其實 總股同志是有統計以來新低 賞戶是有統計以來新低 那意思就是說 就算他跌也不會有人受傷 好 我說他爛爛啦 他就算跌也不會有人受傷啦 換個角度講就是 他跌受傷的也不是賞戶啦 那他會跌嗎 還是下來再給你進場 再來給你噴出 你要想一下啊 在大家最恐慌那一天 很多人問我衛聖 對不對 我今天聽到 我跟他講不用賣啊 對不對 就在這裡啊 老師你衛聖沒什麼漲 對啊 當零首卡拉夫一下上來 在這天嘛 這天就破線嘛 對不對 這破線跌破線型嘛 跌破線型 散物就停損啦 你停損完他就上來了 對不對 你停損完他就上來了 可是不一定喔 有些股票 你賣了他會一直下去喔 有些股票你賣了 他會一直下去喔 那這怎麼看 重點是 這怎麼看 因為這個中間有很大很大差別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這是四月初 四月初 我跟大家說 隱形冠軍嘛 在LINE號上面跟大家分享隱形冠軍 這四月初跟大家分享的 泰塑核心跟這一家 總共三家 這三檔股票 你隨便買一定賺 不要說你賺多少 至少你不會賠 真的啊 3338 泰塑在這裡喔 3049 有老師 什麼叫做不會賠就好 欸 你要去想啊 有些股票你看喔 同樣是一個月前 今天五月二號對不對 你四月三號買的 來四月三號在哪裡 來四月三號在哪裡 55 今天多少 36 一個月賠20塊 真的 55變36 對不對 阿如果呢 你買這個3338 43 今天多少 65 今天泰塑多少 63塊6 對不對 最高65嘛 阿四月三號一個月前 42嘛 這樣就賺20塊 那如果你買立志呢 賠20 老師我不會運氣這麼差啦 我不會買到立志啊 對不對 我一定是買到泰塑的啊 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是我好朋友嘛 我們好朋友我跟大家分享的 泰塑核心跟這一家嘛 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 如果你買泰塑 如果你買泰塑喔 對不對 那你知道嗎 啊 如果你買立志 瞭幾 那你說老師 啊 可是你那個籌碼會改變啊 籌碼會改變啊 對不對 很多人問我說老師你看喔 他現在增加 啊他什麼時候不增加 可是他繼續買 你怎麼會知道 欸我當然會知道啊 你要追蹤他嘛 就像是立志對不對 立志 泰塑跟立志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特殊籌碼大買 啊一個是特殊籌碼在賣 其實63塊賣 欸差很多咧 其實63塊錢賣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回來 他們沒買回來之前 都不可以買回來 就像什麼 就像 不是上個禮拜喔 因為放了一天假 禮拜三放假 禮拜二我怎麼跟他講 我說立志跟泰塑最大的差別是 立志人家還在賣 那3338人家還在買 你自己看就一天而已喔 如果你昨天買立志已經 你今天是賠錢 你昨天買泰塑 你昨天買泰塑 上個 上個交易日買泰塑 你今天賺錢了 對不對 真的啦 來簡單回顧一下 禮拜二的回事啊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泰塑 特殊籌碼在買 總股多人數減少 立志 特殊籌碼在賣 總股多人數增加 好那重點 怎麼看 很多人問我說怎麼看 很簡單啦 我們把它歸納到一個 手機裡面 對不對 大家都有手機嘛 對不對 來 你拿去 手機對不對 手機把它按進去 這是一個 一個看特殊籌碼的軟體 一個看特殊籌碼的軟體 那看特殊籌碼的軟體 把它按進去 你看一下喔 你看一下 你選 這是立志嘛對不對 我們選立志給你看 好 那它會出現什麼 來 等一下跑一下 這是泰塑 那給它看一下立志 好 它跑出來了 好 立志長這樣 你看喔 它特殊籌碼在這一段是買的 在63塊錢開始賣 對不對 那你要趕快賣掉 就跟這個走勢一樣 你看 這個立志它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買 這沿路是不是一直在買 這裡是不是開始賣 中古動物增加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 在這個地方你要趕快賣掉 63塊錢立志嘛 要趕快賣掉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換成泰塑會怎麼樣 如果換成泰塑 把它換成泰塑 好 放大一下 你看 它特殊籌碼是不是一直在買 特殊籌碼一直在買喔 你看一下 泰塑好 你看一下泰塑 是不是這樣 沒錯吧 特殊籌碼是不是一直在買 少數都沒有進來 對不對 特殊籌碼一直在買 那我把它變成一整張就會變這樣 一整張就會變這樣 特殊籌碼在這裡 它一直在買對不對 這六塊所以它一直在買 如果你不一樣的話 你選到立志的話 你就會掉下來 這有差別喔 這差別很大喔 我跟大家說想這個差別很大 因為股票市場不是一天兩天 股票市場是 一個月一年兩年的對不對 像最近有個新聞出來說 什麼一個房地產的什麼人 捲款25億 然後就是說 他跟人家說什麼 一年可以賺什麼30% 然後最新的新聞你自己去看 可是問題是 股票市場裡面你做對做說 一年不只30% 但是這比較真實 因為如果說 你說每 穩定給你30% 那我肯定不信啊 對不對 那詐騙集團啊 那怎麼可以穩定 沒有東西是穩定的 只有靠你自己去賺 對不對 股票市場裡面我跟你講 不要說 一年啊 就半年 那波動幅度至少都超過 一倍兩倍都超過 我說波動幅度 你做對做說差很多啊 對不對 重點是你要做對啊 對不對 大部分的人買立志 對不對 你一定會說老師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運氣這麼差 不是啊 真的啊 來來來來來 我不是跟你講了嗎 這我可以講過了 來 這叫立志 這是公開的數據 總股東人數是不是創下新高 有統計以來新高 請問你買下去會怎麼樣 買下去一個月前在這裡 一個月後在這裡 五十幾變三十幾 今天又給你收最低 你買3338 抱歉 一個月前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老師 買到泰塑的人一定比較多 錯 買到泰塑的人比較少 中股東人數減少 在噴出錢 把籌碼全收 對不對 把籌碼全收 真的啦 你自己去看 真的就這樣 一堆人買到泰塑 結果呢 不是一堆人買到立志 結果立志從五十五塊變三十六塊 這樣要理賬 你不要買立志 你買泰塑 四十二塊 今天六十三塊 判理賬 那怎麼能夠做到呢 我一個月前送你的隱形冠軍 是不是泰塑 是不是核心 是不是這一支 請問哪一支讓你失望 哪一支讓你失望 你說我運氣好沒關係 那我們為什麼都可以避開這個 我們還有人放空這個呢 你一定不相信對不對 老師 這陽智 我怎麼知道它會跌 你看手機就知道了 真的啦 三零四一 重點不是它跌下來 重點是它跌下來之前 你能不能知道它會跌下來 五三七一中光電 不要講四二話喔 你要看它跌下來之前 你可不可以知道它會跌下來 它跌下來之前 你可不可以知道它會跌下來 可不可以要四十九塊錢告訴你 特殊充碼已經在賣了 趕快跑 對不對 我們剛剛已經證明給 已經泰塑跟那個立志已經講過對不對 來我跟他說 這事情很簡單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來 你這裡有一個手機軟體對不對 你把這個紅色按進去 按進去 對不對 然後給它按這個 好 那現在進來了 你要看哪一支 看中光電好了 看五三七中光電 好你看一下 是不是像這樣 是不是掉下來之前請你賣 那為什麼掉下來之前請你賣 因為特殊充碼在賣 對不對 好 那你看陽智好了 三零四一陽智 來 來 是不是十三塊六七你賣 老師 你哪只要十三塊六要賣 又特殊充碼在賣啊 真的啦 所以我跟大家說你 你繼續想一件事 現在是這樣 賞戶1.82兆陰淡上膛 水能載舟一能覆舟 有可能有行情 有可能沒有行情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希望是 能夠買到 就是 跌的時候它不會跌 啊長的時候它會漲的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就要去看啊 股票是怎麼 有一些賞戶大買股票 你就絕對不能買 可是重點是 為什麼我們可以避開賞戶買的股票 你仔細想一件事喔 大部分的賞戶都用同樣的武器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都用同樣的武器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三個武器給你選 請問你要選哪一個 三個武器給你選喔 我想大家都會選同一個啦 對不對 那請問散戶用什麼武器 KDRSI 這還算技術好的喔 一般人是用什麼 用均線 還要算乖離率 對不對 看五日均線 二十日均線對不對 在下面不敢買對不對 突破趕快做對不對 所以你每次都買在最高點 停損在這裡點 你再多錢都不夠輸 真的啊 我看月線都 我看均線對不對 跌下去我就得停損啊 對不對 早上去我就得多啊 那區間震盪的 大概就輸得差不多而已啊 那遇到波段 那輸得幾個越遠 對不對 如果遇到整個波段 砰砰砰砰砰砰 剛才從這裡還要加 剛才還要加 剛才還要加 剛才好 老師三五五二 我下半道跟你講三五五二 我跟他講 你要怎麼跟別人不一樣 今天同志又跌了 同志真的有這麼好嗎 七十幾塊耶 這叫做三四八一群創 九塊錢 拍謝 群創去年賺零點二元 淨值二十五塊錢 憑什麼群創九塊錢 我不是叫你買群創喔 我是說群創只有九塊 人家都不買了 那這個去年賠三塊多 第一季的財報還沒有公布 他憑什麼七十幾 蛤 為什麼七十幾 我跟你講賞戶一堆 大家都買同志 這個機會不多啊 你真的要去想啊 有些時候 有震盪的時候 就是你的機會 很多人現在問我很多股票 我沒有辦法回 這麼每個人都回答你 但是我給你一個好的一個建議 到底該買該賣 你用自己看就好 拿起手機點進去就可以了 對不對 想個 這個很簡單嘛 因為股票一千多兩塊兩千兩 對不對 這很簡單耶 你就是 你就這樣 就手機嘛對不對 氣了有啊 按下去有啊 按下去有啊 按進去 按進去就有啦 對不對 你要看什麼股票自己設嘛 對不對 看什麼股票自己設嘛 你要看太說 我就跟你講過太說是會長的啊 是不是 沿路都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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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嘛 那如果你是立志的話 是不是沿路都綠了 從外面紅過啊 沒錯啊 對不對 真的 來 帶一點好的武器 真的 江湖再走 武器要有 真的啦 選最好的武器 綜合特殊籌碼 跟總股東人數 結合在手機裡面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次又亂照回來 讓您所看到的績小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輪源頭固 智股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源頭固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選股 輪源帶您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銀將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今天指數上漲 但是你會發現 最近很多股票已經開始在跌了 重點不是指數 重點是所有股票 它如果都漲過一輪 現在漲到金融股 為什麼不漲其他股票 為什麼漲金融股 因為有一些股票漲過了 所以你現在要去看 有一些股票 總股動員數大增了 它會比較弱 對不對 最終這是我們放空的 我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空同志對不對 他最近三個禮拜 總股動員數增加2000人 三個禮拜有多了2000人去買 原本是16000人的總股動員數 現在是18000人 去買理論上要漲對不對 每個人都去買了 但是來3552同志今天沒有漲 在2388上來囉 對不對 你看2388是不是這一天 這一天大盤都不要跌 它是不是過了這一天的 所有的最高點 3338是不是過了這一天的 所有的最高點 3049是不是過了這一天 全部的最高點 對不對 你是賴好友 我怎麼跟大家講的 清楚嘛 對不對 3483是不是這一天的低點 越來越低 對不對 3552為什麼 請問為什麼 老師這個沒有人氣錯啦 這個有人氣這麼多人在買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大家要買同志 因為同志是什麼 同志曾經是汽車類股的股王 曾經五百多塊錢 股王落爛了 所以我們要去買 真的嗎 真的嗎 你真的 你 我真的懷疑 賞戶所接觸到的資訊 到底是正確還不正確 我跟大家講說是同志 它毛利率逐漸下降 它現在的毛利率已經10%歷史新低 然後去年獲利已經變成賠錢 負債 因為賠錢嘛 開始去借錢嘛 對不對 現金從前年的11.79億 變成去年的4.38億 哦 那利息保障備數是負的 意思就是說 我本來是賺錢 現在是負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是不是拿 有一個所謂的槓桿比例你知道嗎 槓桿比例就是說 我今天生意很好 我去借錢去開店 我只要負一些利息嘛 可是我賺錢很多啊 我可以cover那些利息嘛 那我就槓桿操作嘛 對不對 可是當你賠錢的時候 你就不能槓桿操作囉 當你賠錢的時候 你連利息都付不出來哦 那你連 因為你沒有賺錢嘛 你怎麼去付利息 所以利息保障備數是負的 來自叫同志 最後一次摩根斯德里就是大摩 去年最後一次評比的目標價是45塊 他給他45塊的前提是什麼 他預估2018 EPS 2.57 2019 EPS 3.62 的情況之下給他45塊 那你一定要問 為什麼給他 為什麼賺錢的情況 給他這麼少的目標價 因為他的 這是他的原因 預期平均AS 就是銷售的那個 AS就是營運的一個 營運去槓桿 還有折價 都是會往下 對毛利帶來壓力 沒有錯啊 統治的毛利率已經越來越低了 長程汽車 客戶表現溫吞 來長程汽車 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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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第一季 獲利下滑六成 獲利下滑六成 統治的財法還不會公佈 這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現在七十幾 賞戶這麼多 你覺得他們會贏還是會賠 我講句難聽一點的 你把群創放在哪裡 你到底把群創放在哪裡 人家群創去年賺0.22沒賠錢 禁止25塊錢 人家過去還發鼓勵 缺點只有產月期數往下 就只有這個缺點 他就是9塊錢 來 他只有這個缺點 就是面板報價不好 報價不好而已 未來不一定會賺錢 這樣9塊 這個報價一直在跌 對不對 毛利率一直在跌 還70幾 賞戶 滿滿的賞戶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你知道你該怎麼做啊 我就跟你講 有些時候 機會再給你一次 對不對 不要說我事後跟你講 對不對 不要說我們事後跟大家講 為什麼泰塑一個月前 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他四十幾塊 一個月前 我就沒跟你分享勵志 怎麼剛剛好就跟你講 泰塑核心跟這一支 三支都是長的 命中率百分之百 對不對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如果你把整合 賞戶跟特殊錯碼 賞戶用的武器 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只要跟他用不一樣的 把所有東西整合到手機裡面 你點進去就看得出來 對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樣的操作 歡迎來一天做詢問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 感謝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